歡迎您照這一節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團隊這次精銳進出 好 剛才呢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整體的民調來看 大概有45%的人 是不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好 那麼呢 這個民調仔細再去分 就是有特別調查 如果你是比較屬於立場 支持國民黨的朋友 國民黨支持者 相不相信阿伯是清白的呢 其實也是有高達42%不相信 可是即便是這樣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紅綠委員 現在在立法院的狀況 因為今天正式開議了 開始還要無言了 不知道 還有一個回憶 不知道還會受怕嗎 那請教紅綠委員 因為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即便國民黨支持者 也是有高達4成2 不支持阿伯是清白 不認為阿伯是清白的啦 但是 現在人家朱立倫的意思 傅昆琦的意思 人家也是覺得國會裡面 還是要藍白河 你們民進黨會不會 倍感壓力 綠委員 壓力當然是會有 但藍白河已經很久了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國台辦也是隔空指示 國民黨就是要支持民眾黨 在下指導期 對不對 國台辦都記者會都開了 國民黨難道沒有接收到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藍白在立法院 我認為一定是繼續 那我覺得一個指標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說下禮拜要選招偉 要選招偉 國民黨會不會 禮讓一席給民眾黨呢 如果這樣的話 這什麼都不用說了 因為之前有傳出好像 禮讓司法招偉的樣子 如果有的話就什麼都不用說了嘛 已經這麼擺明了 就已經這樣了嘛 那他們只是更緊密的結合而已 對不對 那當然像今天早上有個插曲 黃國昌在那邊 一直說NCC主委不要出去 他們一直舉牌抗議 對啊 當然那時候國民黨的立委 沒有一起在那邊聲明 沒有加入 對 但他在座位上也是鼓掌啊 對不對 拍手叫好 對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已經是非常的 能得清楚了嘛 嗯 非常的明顯 對 所以我認為啦 這個會期裡面 藍白河他們的合作 是在既有的基礎上 看會不會比上會期更緊密 那我說的那個指標就是 看招偉 委員會的招偉 到底有沒有浪點 委員你說後禮拜幾歲要選啊 啊 25號應該是禮拜三 對禮拜三 OK 對啊 你看今天禮拜五嘛 對 6日 1、2還有好幾天可以去協調了 可以去說啊 所以我覺得 藍白的全面合作 是 這一定在立法院是不爭的事實 但柯文哲這個精華案 看這什麼 我之前就說了 這國民黨 不會散罷甘休 為什麼 那裡面有牽扯私人恩怨啊 又不是黨的政策 對啊 那裡面的私人恩怨那麼多 怎麼可能會停下來啦 來委員 不好意思 我這邊我想要最後來補充的是 今天民眾黨的張祈凱 他說 再也當然要合作啊 而且國民黨的人士 國民黨立委不只在公開場合支持 很多人私底下也都說 有需要的話就是這樣 讓他點滴在心頭 林桃你要不要補充一下 你們是哪些人跟張祈凱這樣說 給他很感動 有需要的說一下 我也會這樣說 你也會這樣說 有需要的說一下 因為祈凱 跟黃國昌委員 還有在林國昌委員 大家互動很好 黃珊珊 有一個他會出國 我們就跟他說 他說 可以合作 我們就是一起在立法院 把這個在也的民生法案 在一起推 往前推嘛 這就是我們講說 藍白當然還有合作的可能性 可是這個金華城 那各自台北市議員要去檢驗 只要有評有據 其實